受到暖冬影响导致中部地区的荔枝龙眼开花只有一到两成 不但果农损失惨重 每年跟随荔枝龙眼开花采蜜的蜂蜂 今年根本采不到蜜 受成只有达往年的一成 蜂蜂表示养蜂40年来第一次遇到最惨的一年 感叹是血本无归 蜂蜂打开蜂箱巡视蜜蜂的情况 可以看见蜂箱中满满的活力饱满的蜜蜂 但蜂巢上的蜂蜜却是少得可怜 看得到吃不到不够收成就算了 连要喂饱蜜蜂都有困难 这是今年蜂农面临到最大的惨况 今年蜂蜜可以说是 荔枝跟蜂蜜可以说是零生产 也不是说没有蜂蜜可以采 只是采收了就变成百花蜜 千口评鉴会或地区评鉴会的 可能没办法办成功 消费者如果能选过到好的蜂蜜 想要的蜂蜜或荔枝蜜 有可能都是去年的存底货 如果好的蜂蜜 他们都会有那个验证表彰 国产蜂产品验证表彰 这是比较购买性 就是比较安全的范围 受到暖冻影响 今年荔枝蓝眼开花率仅有一成 有的甚至没有开花 不仅果农损失惨重 每年3到5月跟随荔枝龙眼开花采蜜 的蜂蜜 今年也是产淡的一年 根本采不到龙眼荔枝蜜 收成连往年的一成都不到 消费者今年只能够吃到去年的龙眼荔枝蜜 有地方可以采收百花蜜 我们就多少收一些采蜜 补贴一下我们成本下去 不要说一直 老师都一直在亏本下去 因为成本毕竟是 连工资都不能算 这是成本的 那也算是一种比较大的投资性质 像现在他们清创的 有些刚出来杨蜜蜂 经过这两三年 收益不正常 有些已经亏本倒了 凤龙表示 养蜂40年来第一次遇到这么严重的情况 采收不到龙眼荔枝蜜 只能够采收百花蜜 除了采蜜期之外 后续还需要用糖水来养蜂 投入大量人力 后才 今年不但做白工还产赔 由于养蜂产业形态特殊 不符合天然灾害现金救助规范的项目内 希望中央和师府能够进行补助减少损失 介绍专专台中产报导 预防 寻蜂产业 形态1